強強再也不要去韓國 韓國人每天看上去心情都不好 為什麼每天心情都這麼不好 他們沒辦法忍耐排隊 然後呢 你排隊很愛插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你跟他們如果什麼樣不合 想問問題 他們就會開始很生氣 然後不然就會罵你 路上可能稍微碰到一下 他就開始啼笑 可以亂罵人 對 他們好像壓抑非常地嚴重 為了玩 直接坐輪椅 不要排隊還有一個方式 坐輪椅 坐輪椅 他們只要對於受傷的人都會說 好 那有通關 你讓你通關 然後後面兩個朋友推著我 他們也一起通關 這樣也有